阿富汗總統卡爾紮伊在星期二即將抵達華盛頓並隨後舉行會談 駐阿富汗美軍今年完成撤軍後,阿富汗未來將會談內容重點 卡爾紮伊星期五將會在白宮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議 訪問期間,他將會與美國國務卿希拉利·克林頓等美國高層官員舉行會談 預計會談重點將會包括阿富汗安全、經濟與政治過渡,裝備並強化阿富汗部隊 與塔利班為首的叛亂分子舉行和談,以及阿富汗與美國的一項雙邊安全協議 美國與阿富汗官員將會決定國際部隊明年在阿富汗設軍後,將會留下多少美國人員 大約68000名美國軍人住宅在阿富汗,軍方官員呼籲2014年後訓練和反空工作 將需要在阿富汗維持最多15000名軍人 卡爾紮伊總統辦公室稱,卡爾紮伊計劃星期二將會與阿富汗國家安全局局長哈納德訪問美國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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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G PAO TORONTO